最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 讲的是一个中专的女生叫江萍 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当中 以93分明年第12位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在这份决赛的名单当中 其他人都是来自北大、清华、剑桥等世界的名校 而这位女生却硬生生的杀入重围 击败了其他的名校生 也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一位女生 江萍因此被网友称为逆袭爽文的女主 那我们平常提到中专 就不得不提一下叫中考分流了 当你了解之后就知道为什么 在有的时候中考会比高考还要重要 还要残酷了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的支牌移民法律顾问市井四 这里是我的留学移民频道 欢迎各位的关注 也希望各位多多的点赞加转发 每周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移民和留学的干货资讯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做个免费的移民评估 也可以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 大家都知道啊 中考分流这个政策已经实施好些年了 简单来说啊 中考分流就是把学生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是去普通高中就读 另一类呢直接去职业学校 那这个政策从2018年开始推广 目的是培养更多的职业人才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但这个实际效果应该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一起来分析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实际上要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搞中考分流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为了缓解职业人才短缺的问题 可是这个政策也引发了很多社会的问题 首先呢 这个分流政策决定了将近一半的学生 没有机会去读高中了 那就更不要去读 说什么读大学了 很多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上职业学校 然后觉得你的学习环境不好 师资力量不强 甚至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 比如说打架 早恋 校园 霸凌 等等等等 这个公众的朋友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比如说就在去年浙江先居县的一所职业中专 就发生一些严重的打架事件 导致两死两伤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同时呢 一些中专学校的女生还有一些坦厉害流产的新闻 屡见不鲜 这个新闻就喜欢剪坏的报道嘛 网友们看了纷纷留言 这认为这就是职业学校的乱象 而且这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在这种舆论的大范围下啊 很多家长都不放弃让自己孩子上职业学校 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 中专学校还挺热门的 因为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 拿铁饭碗 而现在高考的率取率高了 中专的竞争力下降了 变成了没人愿意去读的鸡肋学校 而现行的中考分流政策当中呢 只有50%到70%的初中毕业生可以上高中 其余的只能去上中专 职高技巧等等 很多啊这种职专的必须是住宿的 孩子缺少了家长的约束 心智还不成熟 再加上学校质量的良有不齐 孩子在学校呢很多时候的确是在混日子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当下 孩子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他往往不是用来学习的 而是用来玩游戏 打架斗我早恋的 职校生源本来就是个大杂烩 那有些孩子本来是挺有目标的 结果 叫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学了一堆不良的社会习气 那这些问题啊 让中职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差 也就慢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当然啊 我在这里也不是武断的说中专高职生不好 一定是不学无术 也的的确确有很多人呢在努力奋进着 但这个概率呢有多少呢 我们开头说的这个江平同学啊 在初中时候数学成绩又很突出 再最后一道大题 别人呢还在绞尽脑汁的时候 他可能看一眼就想出了思路 然而这项天赋呢 却被老师啊家长嘛 告诫不要偏科 高考不止有数学 后面他本来考得上高中 但是还是去终端读了服装设计专业 不得不说啊能有这份成就 几乎凭借了这个叫江平本身的努力和天赋 当然教导他的老师也提供了不少帮助啊 所以我们这里啊就不妨带大家讨论或者看看别的国家 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分流模式 新加坡的分流模式啊其实也从中学就开始了 有一种叫express 快捷源流 normal academic 普通学术源流 和normal technical的普通技术源流 每个分流学习的内容都不同 虽然这种分流的模式 是为了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育 但他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压力和标签化的问题 像新加坡的学生呢 从小就要面对这种分流所带来的压力 很多孩子因为被分到普通的 技术源的这种学校里面呢 感到自卑 家长也因此感到焦虑 意识到这些弊端之后呢 从2020年开始 新加坡 逐渐的取消了这种分流的模式 改用一种叫full SBB 也就是全面科目编班模式 按照学科的成绩来进行分班 以减轻学生的压力 避免过早的被表现化 那看到新加坡的例子 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下 在现行的中考分流的政策 是否也需要进行一次深度的改革呢 其次啊 有些学校为了所谓的升学率啊 甚至会劝退孩子 去报考中考 一些初中老师在中考前夕 也暗示学生去参加中考了 否则拿不到毕业证 那这种情况啊 也并不少见 教育部门 以升学率 来评价学校 学校为了升学力 不需劝退学生 成了中考分流的这种牺牲者 那这些过早被放弃的孩子 命运又怎么样呢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会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家庭条件一般的 就只能去打工 或者去中职学校 很多孩子觉得自己被学校和家长放弃了 前途是一片黑暗 索性就自保自弃了 那看到这种情况 这些家长们还怎么放心让孩子上职高呢 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走这条路 从小学初中开始就为孩子规划出国留学的路线 为什么呢 因为去国外的教育啊 那外面的教育环境相对宽松 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不会过早的让孩子贴上这些标签 尽管经常有媒体说啊 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他们为什么只字不提中考呢 因为中考是真的会改变人的命运的 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 他们的人生在心智不成熟的时候 就被划定到流水线送外卖 当保安的这个既定路线上去了 我知道啊 职业是往往没有高低规见之分的 但如果有的选 那我问你一句 他们真的会喜欢去送外卖吗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市井思 如果各位有关 留学出国移民的话题 请关注我的频道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这对我们前行非常重要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的节目 再见 明镜'll be 节目 镇